列在优先顺序第二类的官员 现在又传出有超打吗 谁要数强打国际疫苗 造册竟然标破了百分之两百 编制宁愿只有646个人 但是造册打苗高达1356个人 而且也不是只有这些官员 包括查验药品的人员 甚至是裁短法院医药品查验中心 都被列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让男营破轰审查有产疫苗的人 嘴巴说对高端有信心 却跟老百姓强打国际疫苗